第39题下列关于溶渣的叙述何者错误 这一题的答案我刚才在讲解第38题的时候已经说过了 我们的溶渣就是我们的碳酸钙分解出来的氧化钙 跟泥沙的二氧化系作用所形成的偏细酸钙 就是溶渣 溶渣的它呢可以浮在铁水上面 因为是浮起来所以它的密度比铁水小 所以这A是对的 它浮在铁水上面呢可以防止铁水跟空气的氧接触 使它再度的氧化 所以诸选项可以保护液态腿 避免跟空气接触氧化也是对的 那么最后这个溶渣呢可以来炼制水泥 所以的C选项可以做水泥材料也是对的 所以错误的答案呢只有B 作为铁钉或直接拿来炼钢 这个是错的 所以第39题问我们说 关于溶渣的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B 溶渣可用来铁钉或直接拿来炼钢 这个是错的 其他的选项都是对的 偶下来炼钢 但是 即